小兽经常幻想着操纵小绿轮打仗 这下是终于实现了 开局我们可以挑选五种士兵 一个步枪手 一个自弹兵 一个机枪手 再来一个火箭铜手 最后再选个直升机 塔楼可以选四种 激光塔 火箭发射器 排击炮 医疗塔 这次我们是在厨房 还把冰箱给打开了 妈妈看到了我们指定要挨打 激光塔放在第一个转弯处 它特点是一对一 生涯非常的高 适合打血量后的敌人 排击炮放在后面 能覆盖最大的道路群体伤害 再往后一点 我们放医疗塔 视频可以躲在墙后面开炮 猥琐发意 不容易吃子弹 第二个转弯处 我们放火箭发射器 只对空攻击 一次多枚覆盖范围大 我刚注意到 有明明在埋头干饭的 还剩8个星星老花6颗 在敌人的起始点 造个火箭发射器 这样前几轮应该稳了吧 直接开始 火箭发射器 它不打地面的 第一发是排击炮打出来的 空中看起来没什么压力 我们最开始和结束的地方 都有对空攻击 就看地面防线做的怎么样 我们激光塔运转了 会持续的攻击几秒 伤害会越来越高 然后会突然停止冷却一会 不然武器就过热了 现在出现了一群三角龙 带着工程叉 跑得还挺快的 我觉得有点悬 激光塔没升级 持续的时间比较短 之后要优先升级激激光塔 把工程叉打下来以后 三角龙的速度就变慢了 然后排击炮群体攻击 能打出一波配合 排击炮的缺点是太慢了 我们花了九个星星 补了一架直升机 相当于一个移动的机箱塔 收割残血的敌人 好 第二波开始了 天生的翼龙绑着炸药 我们的防空 刚刚其实又多了一架直升机 激光塔也是可以打空中的敌人 这次出现了勺子弹射器 我大概知道讲了一个什么小故事 应该是冰箱里出现了死前文明 来进攻我们的玩具堡垒 他们还利用我们的勺子和叉子 还有一群死前人类 设定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再造一个排击炮 这把稳的不能再稳了 这波攻城差有点多 这个激光应该优先打叉子的 把他们打伞速度降下来 哎呀 冲得这么快 快快快 放一个火箭捅手吧 然后赶紧 把这个真正机往后面拉 支援一下 这两个漏网之鱼 别让他们冲进我们的大本营 当我们坚持七波进攻以后 那BOSS终于出现了 在哪呢 哎 没错 在冰箱里啊 华丽登场 霸王龙直接摔闪架了 但他背后这个萨满呢 会使用法术给霸王龙回血 这下就比较难打了 我们现在有这个战斗小队 把他们给调到前面进攻吧 一共四个人 加上一架直升机 因为萨满的高度呢 相当于在空中 这时候我们的防空武器呢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先把萨满给他干下来 哎 霸王龙就没法回血了 那这样才是比较正确的打法 哎呀 我们的直升机 被萨满拿的牙枪给捅下来了 哇 这是原则吐息嘛 那幸好他不是哥斯拉 哎 我们的视频大部分被冻住了 坏了 萨满又要扔牙枪了 快跑 很好 这个萨满也太强了吧 我们的战斗小队全军覆没了 最前面的排击炮打不到了 我们给他卖掉吧 回收的星星呢 升级其他武器 我们先把后面的升级一下 一定要把这个萨满给打下来呀 好 这个萨满的血量过半了 先不派太多的士兵过去 一个一个过去吧 来托慢他们的移动速度就行了 让激光塔呢 使劲的输出 哎呀 他怎么不打萨满呢 打下面的霸王龙 有点白打的感觉啊 好 把这个火箭发射器给卖了 后面这个升到最高级 钻打萨满啊 好 这个萨满呢 再给霸王龙辉血 投慢他的速度啊 我们最后对抗的火箭发射器呢 已经增大了射程啊 可以打到萨满了 那现在就赶紧派小兵上去吧 萨满呢 马上被打掉了 好 他没了 哎 掉下来了 好 赶紧派一个武装直升机啊 哎 全力进攻霸王龙 没有辉血的萨满呢 他只能挨打了 哇 把我的士兵整个给吞了 哎 那这个火箭发射器停下来了 没有用了 我们把它给回收了 可以多放一些士兵了 再买一架直升机 好 霸王龙已经半血了 但还是很强 我们的士兵呢 他一脚一个 哎 直升机应该没事吧 哎 他这个 他这个下巴被打掉了 再来一架直升机 哎 我发现他好像不怎么停下来了 一直往前走啊 是不是想偷家呀 哎 快快快 赶紧给他上强度 哎 机枪手放出来 他这个掉野速度 我觉得啊 有点悬 再来一个火箭铜手啊 哦 可以了可以了 赢了 我们赢了 那最后呢 还来了一个处决 哪里哪里的战斗 小孩子觉得有点幼稚呀 那大人玩起来呢 刚刚好啊 熟悉的战斗 我把它 скорее 都想成了 闭嘴